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过去这么多年来 也不断地跟总统见面 那也不断地提出 我们的各种替代方案 什么这些 一直都遭到 开发单位的拒绝 那么现在呢 要再去谈这个事情 尤其是在 我们都还没有送件 我觉得我当时 自己是做了一个 错误的判断 昨天会议中呢 就是大家的想法呢 确实提醒了我 我们这个时候呢 还真的是不太适合 我可以完全地理解 而且会尊重我们团体 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政府的这一个 沟通的门 永远是敞开的 听到门永远敞开 最后时间点 伸出友谊的小手 看起来到 有点像闲出手 团团不领情 政府的集荣咖啡 苏都督 联盟指派三位猛将 兵分三路 出征藻礁团 我也会请相关部会 持续地和民间 大家关心问题的人士来沟通 一定尽量让大家 完整地知道资讯 过去一段时间 确实有非常多 关心藻礁的朋友 他们也许不见得是 这个团体的成员 包括找我也好 或是找深汉也好 都表达了对这个事情的担心 跟一些看法 所以我想我们的工作 是尽可能去听 看大家的想法 跟收集大家的意见 民进党的早交男孩 这新闻到底是内宣 还是外宣 大家心照顾宣 但时间管理分局 找到了洪生汉 穿越时空的证据 这个其实并不是 突然间 什么高层指派 或谁指派 我要去沟通 太过刻意的沟通 其实是很难有什么效果 或增进彼此信任的部分 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 还是是争议能够坐下来 好好的理清 其实燃气的收卸量 不会不够 即便没有第三接收站 好 我这样讲 可能大家会有点疑惑 我简单讲 因为接下来的台中港的 这个接收站它会扩大 然后包括的是 我高雄的永安 它其实也会有一部分的 扩大一点这样子 其实加起来的 收卸的气量 是足够供燃气做到50%的 树我蓝胶 想回到过去 试着让表演继续 2018年的深汉市摄运人士 2020年的深汉市民进党部分区立委 2021是要跟环团坐下来 好好理清的人 绿色果然是环保的颜色 把核电材盖在别人家旁边 难道不该听听人家的心声吗 我们不能 也不该 再厚着脸皮 去求这些乡亲 再让危险的核电厂 再运作20年 20年太长 我们说三年就好 2019年辞去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 36岁的红深汉 APA绿剑侠 DPP已登陆部分区立委名单榜面 2020年当选立委 更在去年的未还委员会赵伟投票 上演一出恐龙让离 忠心耿耿的深汉 在时代力量支持下 抽中赵伟 双手奉上 离让给了民进党的陈寅 可以看出深汉的决心 以前说不藻礁的政党 现在不得不破坏藻礁 以前要破坏藻礁的政党 现在要办公投不藻礁 一个莱猪一个藻礁 科幻式的换位 台湾真的是太奇幻了 是不是这个时间战停好吧 台国旅游泡泡 疫情搅局 很多人已经超过一年没出国 旅行相受潮发霉 只能用来装卫生纸 我记不记得 在外面拿下口罩的感觉 也记不得护照过其了没 新冠大闷锅 慢炖一年多 终于迎来第一次解压 国外的香气四溢 扣扣扣 先生小姐您好 你已经被台国泡泡造访 闷了好久 想要出国去玩的民众 终于可以有所期待了 因为台湾跟帛琉的旅游泡泡 有望成型 只会关在城市中松口 连你推出台国绿色通道 希望能够缩短检疫流程 让双边通行无阻 那么初步的规划呢 就是台湾人出发到国流前 要先到指定的医学中心 来进行PCR检测 那么检测报告呢 将会直接的传给国流 避免报告造假 而到达当地之后呢 需要二采 等到整个旅游行程结束之后 赶回台湾 那军家检疫的天数呢 将会从现行的14天 缩短为5天 然后期满之后呢 再采检 确认阴性就可以回到社区 万事俱备 直欠细节 去年底一度破掉的泡泡 即将开反定案 预计4月开放 目前初步规划 双方会每个礼拜各飞8班 台湾呢 是有华航飞6班 长榮2班 而帛琉呢 则是由太平洋航空来负责安排 疫情前 帛琉就是以团体旅游为主 未来开放也会团进团出 到了帛琉后 基本上都是玩海上行程 像蓝绿色牛奶壶 湖底有火山泥 可以用来抹身体 到水母湖浮浅 共有海洋生物 天使瀑布则是能在山林间做SPA 晚上的话 出海夜调 现吃生鱼片 疫情前 帛琉四天三夜 约2万5到3万 但旅游泡泡团有人数限制 单价拉高 光是基本团费就涨到5万 加上检验费和医疗保险 上看8万 但旅行涉业者表示 由于大家们太久 询问电话已接到手软 像是旅客可能从过去的 两人命运小团 改为小型的旅游团 玩的方式可能从自由行 变成团进团出 过去水上活动很多 还有到餐厅才即可的模式 也会变成固定出入 某几家餐厅和饭店 退过以喜爱类出国 还有中高端消费的民众 才会买单 我以为台湾前烟角幕 只是社会课本里的传说 没想到财富自由的人 居然有这么多 而我却不是其中之一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阿姨带我去帛琉玩好不好 靠自己努力啦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但帛琉民众仿佛 有层防护照合决病毒 迄今帛琉仍为零确诊 真正的平行时空 当地人口不到两万人 疫苗已经开打 预计很快就能达到 全国接种率八成的目标 下一个旅游泡泡候选国 请出列 目前全球约有193个国家有疫情 只有10个区域或国家没有疫情 陈时中还点名越南 但越南进来还是有一些本土疫情 至于其他没有疫情的国家 相对来说 则不是台湾民众会去的旅游景点 中国有一位呢 全球知名的涂鸦艺术家 在多伦多迈阿密等多个城市 办过了喷漆 展现呢 他对战争还有政治的批判 而如今展览也搬到台湾 带离开这位神秘艺术家 对于时代的批判 米老鼠和麦大老鼠叔 牵着逃离越战的小女孩 还以为能逃离战争 没想到却是走向 美国消费主义的阴谋 英国涂鸦艺术家Banksy 这一幅经典之作 以喷漆作画的手法 表达他对社会的批判 有红子国会 凝固汽油弹 植花者等作品 涂鸦艺术界大神Banksy 芬克希 约六十件创作空降中正纪念堂 邀请世界各地收藏家出界作品 黑色幽默的经典大作就在眼前 艺术迷迷迷妹们 不在朝圣现场 就是在前往朝圣的路上 Banksy is perhaps the most mysterious and subversive artist alive He started making graffiti as a teenager near Bristol UK in the 90s Much of his graffiti is still visible from this era and the town has taken measures to keep it intact From there he began a meteoric rise to the poster child for the budding international street art movement After several hugely controversial works a much lauded documentary and an increasingly devout cult following Banksy has become a household name This means that his works are traded for huge sums of money Even though this is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with his own ethos 尽管涂鸦艺术被政府标签为 自已毁坏他人财务罪 但一向已藐视立场文明的Banksy 根本没在理会当局禁令 从未公开露脸 保密到家的他 AKA英国街道夜魔侠 习惯在夜晚初级作画 在最日常的公共建筑物或墙面 来上一发作品 他甚至亲自动手 为自己的涂鸦建造物理支撑点 整个布里斯托尔城市 都是Banksy的画布 画面中经变身处理的 不是蝙蝠侠 正是班克西 2010年被时代杂志评为 百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抬头戴画回脸的纸袋 接受拍照 肩膀露脸 2011年指导长篇画廊外的天赋 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班克西玩世故宫 急去批判反动的创作精神 跃上世界舞台 尽管画作成为拍卖会上 动辄数十万英镑的当红炸子机 他本人持续班克西风格 跑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边境的 隔离墙上喷漆 便装进入纽约伦敦各大美术馆 偷偷画上自己的作品 离经叛道的行为艺术中 最大气的还是这件事情 开卖锤才刚敲定 画框突然响起警报声 画作也患患往下滑 卷入画框内隐藏的碎纸机 四千多万元的名画 就这样被绞成碎片 现场惊呼连连 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2018年苏富比拍卖会上 班克西启动机关 当众把自己的作品 祈求女孩 画布三分之二切成细条状 事后他还上传影片 说明不要误会 这一切都是出自他的安排 而且班大神原本 还打算是毁掉整张画布的 没有最狂 只有更狂 开卖会继续高价卖着 班克西根本不打算卖的艺术作品 并奉行丽卡索名言 对破坏的向往 同时也是对创造向往 画面中一名身穿防护衣 戴护目镜和防毒口罩的男子 走进伦敦地铁站 在月台时还假装调配消毒水 不料他进车厢后 没进行消毒 反而拿起颜料 画笔喷漆进行涂鸦 不一会儿就出现了 好几个戴着口罩的老鼠图案 眼尖的民众一定很快地发现 这老鼠图案 正是英国著名涂鸦 艺术家班克斯的作品 叛逆艺术家提醒大家 出落公共场合要戴好口罩 谁来知 已久次换来满堂个彩 我一喷漆 只会被警察追着跑 班克西喷漆 却是全球艺术迷 手拿钞票追着要 没有艺术细胞的老额也期待 班克西持续为世界带来更多叛逆 却又发人深省的霸气之作 百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